从1979年开始,随著霸裂为王朝的覆面,教室阶层的上台,改变七美路线,而执行反美路线开始,伊朗和美国这对曾经的亲密盟友,变成了生死冤家,世界对抗程度最深的两个国家。 可以说,伊朗那是唯一跟美国全方位交互,而且对抗四十年至今的唯一国家。 对此,美国那是将伊朗视为眼中钉肉中刺,恨不得将其立刻消灭掉,而且美国也一直在做好对伊朗开战的准备。 但是我们看到,四十年来,两国虽然每年都要开打的架势,但是始终没打。 很多人都说,那是美国不敢打。 真的是这样吗? 如果美国真的攻打伊朗,到底会有什么后果呢? 美国将损失惨重,不可承受。 伊朗是中东最为强大的国家之一,拥有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,超过九千万的人口,整个规模那是非常的庞大。 不光如此,现在的中东,因为伊朗的强大,而且输出革命,使得伊朗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很深。 形成主要的对抗矛盾。 这也是沙特联合海湾国家对抗伊朗支援的胡塞武装的原因了。 而这种情况下,犹太人跟阿拉伯人,犹太教跟伊斯兰教的矛盾被降温。 而如果美国攻打伊朗,将对整个中东的格局,产生深远的影响,产生严重的后果。 从战争的结局来看。 以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力量对比,只可能出现两种状况。 第一,打成持久战。 也就是想越南,像阿富汗那样。 美国虽然很快地打进了伊朗,但是伊朗的军民开始游击战的反抗。 战争不断地持续。 第二,打成闪灭战。 那就是伊朗彻底被打趴下。 整个国力彻底崩溃。 伊朗从此成为中东的弱国。 比伊拉克,对比亚还要惨。 这两种结果,对于美国来说,都将要产生无法承受的后果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首先来看第一种。 如果打成持久战,那么美国必须在伊朗长期存在,保持持续的投入。 而按照伊朗的政教和伊核整体的人力,一旦持久战,那么对于美军的攻击程度,一定人远大于越南或者阿富汗。 一旦如此,美国军队伤亡,很可能多达十几万,甚至几十万,几十年消耗下来。 军费损失更是多达几万亿美元。 一旦如此,对美国来说,将是难以承受的损失。 其次我们来看第二种后果。 美国没费什么劲,就彻底打败了伊朗。 消灭了伊朗的抵抗运动。 伊朗彻底沉沦。 但是这样使得中东矛盾体系崩溃。 整个中东的矛盾,将再次转移到阿拉伯人和犹太人。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。 伊斯兰教和西方的矛盾。 一旦如此,新的中东战争不可避免。 以色列面临新的生存压力。 而且美国在中东的统治,可能因为矛盾的转移而消散。 因为一旦阿拉伯内部矛盾转移,很可能依靠新的大国,对抗西方的掠夺和控制。 一旦如此,美国在中东很难立足。 以色列也面临直接的生存危机。 对美国全球战略和地缘政治的损失,达到了极点。 是美国无法承受的。 所以美国攻打伊朗,所产生的后果太严重了。 使得美国一直不敢直接开战。 而为此,不断去刺激伊朗,不断去挑拨伊朗波斯人跟阿拉伯人。 政教和伊和世俗化的矛盾,使得阿拉伯国家跟波斯人内斗。 无暇顾及以色列。 而且还要紧紧依靠美国。 这样美国不费吹灰之力就成功地稳固了以色列。 加强了对阿拉伯的控制。 对石油的控制。 因此不打伊朗好处是衣食三鸟。 如果真的打了。 那么美国无法承受后果。 所以美国不会轻易地攻打伊朗的。 那是绝对不划算的。 参考文献。 伊朗史,中东史。